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小时后 乌马路火车站 少当家 兄弟们已立下生死状 唐家子弟 不用生死状 少当家姐 屁话 指控魔火 杀我同胞 亲日杀斋腾 报仇 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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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feld 坏者 鸽脏 滚蛋 放开我 爹娘 你摘一堂的狗命 祭奠你们的再庭之力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我走 这本帝来了 我怎么办 山河沦陷 传国玉玺绝不能有事 我无力送出 只要毁定 唐家本是建访命的 如今就成了先命罪 你们再大 我只穷一碎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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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从今以后 我便替你好好活下去 你为啥 你吐个没事吧 什么 我就是我就是你 你就是不要干我 你就是我 拿着你们的破烂赶紧滚蛋 你给我滚 你凶是不是凶啊 你们拿不出手术费就得让出来 不然其他病人怎么入院呢 你就是手术费吧 你需要多少钱 五十万 拿得出来吗你 今天必须把钱凑齐 不然明天你们就得走 妈您别求的 钱我来想办法 想办法 我看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吧 就一天 必须得拿出五十万 你 儿子 你别打气 人家 世人眼哲 明珠蒙尘难 此等古丸真品 就被用来当作狗石碗 这件宋代百用价值过百万 父亲有救 什么 这样百万的骨头 没错 宋代百用 哎呦贵客 您里边请 张兄弟 宋代的宝贝 能不让我也开飞呀 当然可以 汤总也是着急用钱 你去 那 每个人是吃爆 我这怎么臭轰 这宋代的古董 是这种味道 哎 人家是吃饭味 这白用不白啊 之前一直叫我家当过食碗 是吧 我是超过来的 妈的 你拿个狗石碗 来我们外边招摇摇上天 我是我们的 把这家狗石碗拿来 是不孰代的鼓董 看你是想钱想疯了 我这确实要送代白药 那你家住这房 是不是还是明代的电影啊 想走 老砸了你这破碗 别住手 小妹 这小子拿着个破碗来我们外宝贼 真会有装骗 你 干什么了 小妹你打我干什么 是这小子骗人 这是送代白药 你的命都赔不起 什么 哎呀 这谁呀 这被狗咬出了裂痕 否则 这是价值百万的正品呀 形象却有残缺 那您给的五十万 下跪也算公道 那掌柜呢 这白药波您说好 我先走了 请 皇上 您还犹豫什么 这么好的酒尊 哎 要是错过 下次可不再没这机会了 哎 算了 拿不住 哎哎 哎 皇上 哎 你 老板 小哥要买 五千块钱 你拿走 哎哎哎 哎 小哥 你可别走啊 你下去咱可以商量了是不是哈 就三百 要卖 一百拿走 这这这三百是 是太太低了 小子 第一次来古玩街吧 什么都不懂 还想学别人捡漏啊 连黄少都拿不准的东西 你也在买 他谁啊 为什么要去拿呢 哎 我好心提醒你啊 别不失台曲 三百块钱买这个玩意儿可以 但是你想警告我 根本 你也不打 你打 在这个古玩街 我黄少的眼光准备 老板 到底卖不 行 就三百 小哥 卖你了 等着 哎 哎 哎 这怎么着啊 那你自主要看不准 还不让别人捡 你不是胸有成都吗 这样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给看一看 看看 能不能在我黄少眼皮里下行动 看就看 怎么 看黄少怎么给你上一课 这样 咱们就去前面的万宝寨 我让你心服口服 咱们 小长 就这么一个破 而言有什么好看的 小兄弟 你来介绍一下 我这件汉带酒尊 造型很有立体感 周深布满模印的文饰 栩栩如生 尽显 好 吹吧你 这口都是破的 这酒店 这是造型军的 这是这端口上有跌痕 这大大的影响了美端啊 所以这价格 啊呀掌柜的 您就爽费点 来个价好 这三 啊 三万 啊 高长贵 三万 这东西居然是真的 大贵 这三万 价格怕是太低了吧 啊 小兄弟 那你觉得 多少 高长贵 三百块钱买的 三万丢业多前提 皇上 真大钱啊 啊 一嘴半斤 小兄弟 这物件是你三百块钱逃来的呀 没错 所以掌柜的 你现在能给我个赌价吗 这种 这看来是遇到痕见了 这 哎呀 这样吧 六万 如何 请标 小赵 带小友去接着 慕容小姐 您看这个 明代的 锦太郎 造型打起 精美绝温 您可喜欢 确实是真品 这个花红 我们本来是做镇殿制宝的 这也是念在慕容小姐 您真诚所致 才认不一个爱 其他人 我可不会出手了 那就帮我包起来吧 好嘞 什么时候光绪民访的景台栏 去成了永朝的 年轻人 你别以为你捡个漏 就得意忘形 我们万宝斋 可不是随便谁就能来找茬生事 你也太看得起 小子 你什么意思 我们万宝斋在古玩行里 可是全国享誉盛名 从不卖假货 那便是您的眼睛 我自己 你狂妄 你有什么本事 敢在这大言不惭 还行不行 等等 这位先生 你何以见得这件花红不是真品 慕容小姐 你可不能听这小子胡说呀 这个花红我们是做过鉴定的 它的成分确实是明代 大明景台栏 从前龙以后便嫌少再有东西 这包展柜 这原料对不对 需要 两千万 这两千万 那你 火箭来人 反过来 展位 展位你没事吧 展位 他到底是什么人 臭小子 讓我皇上吃了那麼大油 看你是活膩嗎 給我打 啊啊啊啊啊啊啊 給我玩死的等 住手啊 你哪來的臭羊們別做話閒事啊 我聽說是你記不如人看走了耶 怎麼還腦策成一塊錢給你 老子就是要打他走 在身上我連你一起打 你還真是有點不說 你還不打 啊 哈哈 木榮霞小姐你也敢惹 小的有點不吃臺山 我不知道是木榮霞小姐 您打人有打的 你饒了我吧 過來哎哎謝謝謝謝謝謝 唐先生 唐先生 感謝布林修名學 一點小事不足怪吃 唐先生 其實 我有件事想勞煩你 是不是 或許說的是我爺爺生日 我想選間古玩送給他老人家 但是我對這些實在不太懂 所以想請先生幫我眨眨眼 選一件真品 這麼點小事 我可以付費一百萬 算了算了 這麼一大筆錢 我怕哪兒燙手 錢我就不收了 我趕緊你給我的救援 這個包包 謝謝先生 請 天青又開店 雙瘦尾葫蘆瓶 這回 您應該看得上眼了吧 唐先生 賜了些 還賜 這個是正八景的南宋官窑啊 那幾百萬的東西你就看不上 你們是來挑古董的還是來找 老闆 我們沒找事兒 就是想給我爺爺挑選生日禮物 所以我才找唐先生來幫我長長眼 價格什麼的多好說 唐先生 真的沒有你看中的嗎 有啊 不是這老闆啊 誰能扯著套套拿出來 哈哈 明白了啊 我買不起櫃子 你少說呀 貝罐貝罐 給你點這出 大老 在錦城啊 你木龍姑娘 買不起的東西呢 喂爺爺 您是 錦城國安協會會長貝老 那不是 啊 那你是 木龍集團的執行董事 哎呀哎呀 你還在下失禮了 失禮了 哈哈 木龍姑娘 確實 我長貝老爸 那貝罐的駕駛場 遠不如青花絲 哦 再來這是一個一條 聖國 真的都你不犯呢 我就要這個 啊 哈 你要這個呀 我白送了 不行 聖國不能收 哎 不顧二三十萬的東西 這木龍老爺子過生辰 就當我送了賀禮了 哈哈 張老闆 您說的話可當真 真要白送這幅畫 絕不反悔 就到我隔壁的茶室 讓你驗驗這幅畫 那你去驗驗 是 我倒看看 你能玩出什麼花樣 好好好 哎哎 這 大小小 你在做什麼 難道 這就是畫中畫 這 無謂爺爺爺 怎麼是畫中畫 就是收藏家 為了 將護畫 真劑 往前進來 做了一種偽裝 將這個真劑 和護畫 粘合在一起 假畫在外 真畫在內 所以 就被稱為 畫中畫 這就是 原來黃金旺 九封學 一座 啊 是真劑啊 这个是多少钱 至少 一千三百万 如果拿到太漫长 绝对 出破两千万的 两千万 怎么样 木轮桑姐可还满意啊 满意 太满意了 她有 她是欣喜如斯 老子佩服呀 为老您给我讲了 对了 张老板 您刚才说的 百姓啊 啊 莫容姑娘 既然 我说要送给你 那就送给你了 这 这太贵重了 这物品有价 信用无价 张某人 不能作为一个无信之人哪 既然事已办妥 那便后背有气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唐先生请留步 这是答应给您的报酬 我说过不要报酬了 那这张名片子您收下 唐先生的人情我记住了 以后若有需要的话您尽管找我 我必不推辞 不用了 姑娘身份不凡 在下只是个普通人 你姑娘以后啊 难有想法的机会 这次费过 世上见你这种什么都不推荐 今天下班前我要知道他所有的事 是 你说什么 我刚招落50万 现在还赛加100万 爸病情恶话你自己看不见吗 我们医院床位也紧张得很 你们掏不起手术费就不要耽误其他病人知道 这什么屁话 我爸的病就不是病了 我们这是医院又不是做思想 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 你们交不起手术费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有些紫皮烂脸在这呆着 不然人赶紧走啊 毕生臭罪 社会的钱 今晚我几分不少的贷款 凶什么凶 儿子 你哪来的钱啊 妈我今天卖了个五千 多少笔钱真的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关事 妈 您这些照顾好我爸 我再去想办法做些钱 那你先走吧 一个王八蛋 你今天拿女儿的医药费 却买这么个破烂玩意啊 看个大姐 你什么事 小伙子 别听了 这王八蛋 听人说这是个什么古董 很值钱 结果买回来一变定 是假货 女儿的医药费 都回光了 大姐 这折扇 你们卖吗 啊 你要买 6万 你能问一句 你们女儿需要多少植兆费 至少有20万 大哥大姐 如果你们信的过我 这把折扇交给我 我帮你们去卖 分手以后 20万归你剩下的过我 行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赵 唐帅 你怎么还没死 你这么大呀 哈哈哈 周小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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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前身的人就是他 于是他害唐家破裂上 唐州两家乡亲几十年 日然惨遭病儿 本少爷跟你说话呢 哑巴了 应该 这唐大少当了两天古玩学徒 还学着人家强动 来 跟本少讲讲这扇子什么来的 童 童主 你今天要说不出个坏了 这扇子本少也不乏了 是不是小兄弟 这扇子是我家这没良心买来的 是假的 这小伙子心善 想要把我们出手为我们解难 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原来是个假货 是啊 赵小泰 你有没有找 把墨尔帮我打个赌 童主 没吃错药 你还以为你是曾经的公子哥呀 还敢跟我打 是吧 不敢了 你想赌什么 我救赌这把扇子 赌我能卖出价 一把破扇子 你还想卖出价 一百万 这把折扇最少卖一百万 卖不出 算我输 一百万 赌不赌 这两个熊果人明显没有底气 可能这家伙 再虚张声势 你想赌什么 我要是输了 当牛做马 是生是死 随便安排 小伙子 你是不是傻呀 这扇子是假的 你这样子赌 不是在送死吗 可是你让他拿这事 你为什么 怎么跟我无关 因为这扇子才让你难堪 这扇子是我的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 哎 跟你 好准 你别反悟 既然你同意了赌约 那你不得拿出这些条件 你是公平的 公平 你想从本少爷身上得到什么 我想要努力 但我知道这不屑实际啊 如果你输了 你就给我一百万 想要钱呀 莫非 是唐伯父将死 你没钱出兵 想从我身上捞一笔 区区一百万 本少爷送你了 就当是本少爷一番心意 给你爹 买一副少女的棺材 走呗 找个地方 本少爷今天都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拿走这一万 让开 张老板 哎呦 唐兄弟 有什么指教啊 这把车扇啊 你想请您过过架 他这 嗯 嗯 是真迹 是帝也是上乘 若是旷了旁人呐 我自己都出了八十 如果 我成唐兄弟的情 我出一百万 一百万 我说老板 你们俩作戏 你再做他讲一调 作戏 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不是 你跟唐顺本来就认识 他能再一块 坑我 唐兄弟 你们之间就是他拿此删与我作赌 也不知道是哪个瞎了眼的狗东西啊 竟然把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阴沉木花梨善当作是假的 啊 抱什么狗 你俩本来就认识 你说是真的 年轻人 你是在质疑张某的眼力啊 那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你大可找一位行家 你一变真美啊 喂 高爪高爪 张老吗 高爪高爪 哈哈哈 还请你去 哦哈 阴沉木 好善 好善呀哈哈哈 能得高长被冲赞 那能否劳烦你 因为这个是什么 挺大事的 成大事 高长哥 没说成了 这扇子能值这么钱 你为什么叫这小子 大师 他不过就是个落魄小子 他淡淡的行 你闭嘴 唐大师的风采 只剩你一个数字 小儿所能看透的 归人家 人要给我冲进 呃 大大师 我是之前前他父亲一个人情 所以 他已经邀请他来的 现在 人群一了 他们跟我 才好关系 不妨 咱们就是这个事 既然您能得周小泰的信 但能好老板您 为这把折扇 估个价 不老板 不老板 这把扇子 智力上手 足够 最重要的是 这扇 是阴沉木算 在下方 一起吗 一百万 周小泰 算你怎么认识啊 等等 周小泰 我们世界的赌约 我的钱 没那么好 哦 大大师 包长会 多谢您的实话 让我竞算一百万 应该的应该的啊 大大师 还望 您不要计较我之前犯的错 那 那我们 就先告辞了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一百万 那这把只有扇子钱 就是张老板 啊 您不必推辞了 是不是就剩下这钱 您就拿去做点小奶 是 小伙子 你人真好 谢谢你 谢谢张老板 高老板 看没事的话 再下一些桃子 哈 看来 唐兄弟 这 还有一件事情 行 麻烦你啊 我有一个东西啊 看了不准 麻烦你帮我长长眼啊 哈哈哈 怎么样 在说之前啊 那应该都能做好心理准 哎呀 他兄弟 危惧都懂啊 这个物件啊 真假三半啊 什么意思 他兄弟 这也不是多大一个东西 也就是 假的 我们也赔得起啊 你开价多少 三百块 那你就没喝 这个物件是包装置的 我可都找人看过了 尤其这几个字啊 都是出自雍政年间 分口不差 不错 唐兄弟 我之前也是厌过 唐兄弟 你要看不准 我也理解 毕竟 张老板 是唐家高手 他什么看法 结果能理解他 我刚才说了 这物件 真假三半 你要说它是真的呢 也对 你要说它是假的 同样没错 因为这个物件啊 是拼尖 尴尬 唐兄弟所言 其实就是我想说的 之前呢 我也看出这个词评的材料不糊 但是就是因为底下这个落款呀 给我造成了疑惑 唐兄弟这么一解释 我是恍然大悟啊 虽然张老板和这位 唐兄弟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 仅凭猜测的断言为讲 是不是不太稳妥了 什么呢 看 瓷瓶的外表啊 做的是天衣如蜂 你们一看 这偏肩的痕迹 竟是如此的明显 短短的十几分钟 我到底 这么关键的证据 此乃神迹 唐兄弟 李宝鲁莽 言辞不当 还请 还寒 歇许保理啊 还请唐兄弟 小子 李总 这就努力了 帮哥 我们这得走吧 总裁您要的资料已经查到了 这位唐先生呢 原名叫唐顺 去年毕业于考古学专业 他的父亲呢 原是红袖集团的老板 但是前不久破产了 哦 怎么回事 唐顺的父亲 与周大山相交多年 但是被周大山坑害破产了 你现在就去医院 照我安排的去做 护士 喜欢治病患的病人呢 病人刚进手术室了 什么 那爸 我爸怎么现在就动我术了 儿子 你借了多少钱啊 这手术费掉了就行了 你怎么那么量费的 还安排你 那么高级的病房啊 我刚筹击手术费 我还没脚费呢 是吗 你这人怎么了 我修了怎么回事啊 你好 高红的脚费记录显示 是用命名计他付费吗 我记得 什么文青 他竟然派出查我的别习 哎你好 你能告诉我 对方一共脚纳了多少费 150万 是吧 手术 哎 爸 手术很成功 双腿保住了 这段时间要尽量多休息 谢谢 老先生 这是您的新病房 孩子 我不用住高级病房 住原来的病房挺好的 爸 我就听护士安排吧 幸好没有伤 这住育费 妈你就放心吧 前日用好帮我电子 明天就去换你 怎么呢 我没事吧 站住别跑 站住 我站住 人呢 我的面 注意 看来不是慕容家派来的 那必然是周小泰的 又想对我动手吗 看来你想办法 跟这个处子做个料断 对方 正确能跟丢了 这两小时够办法 希望你把那小时的双手夺倒了 能怎么办 我我们现在去办 青天 我家文杰 不善言辞 你见多事广 交际也很不错 我就拜托你 就教教我家文杰 处实实道 看来爷 您过期了吗 青天 你长得很不错 他这么漂亮 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 这丫头啊 没什么出现 偏偏是眼高手低 依我看 只有像文杰这样的优秀好男儿啊 才值得他 另眼相看啊 你哪里 我看追求青青的人 伏计一定排成队 哦 爷爷 我去股王家 给您挑选了一件生日礼物 今天这么热闹 我都负不及待想拿出来献宝吧 哦 行吧 快点 爷爷 怎么样 好话 果然是福真品 亲家 好严厉 爷爷 这幅画可能是青天选的 还是青青的一位朋友淘导的 而且 你呀 你吃那些画真画呢 快点爷爷讲着 你怎么操作这幅画的 哎天呀 我偶然遇见了一位高人 当判作被揭开之时 真是进行赋过 锦诚还有如此欺人 这公历可不输为了啊 人家光了你这么大的忙 爷爷 把这位老先生请到家里 我们要谢谢人家 老先生 爷爷 他可不是什么老先生 他是年轻人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什么什么 年轻人 还跟你一般的 你联系他 不要见他 尽快把他寄到家里 是 我林总前给了他一张明天 还留了联系方式 但是他没有 他明确拒绝我了 不想跟我来光 估计 你邀请他 他也能遇见 他不知道你身份 要 就是欲擒你 都不是 他正是因为知道我的身份 才拒绝 什么时候我还非得见到他 查查他的身份 一定有见他 哎哎 你好 那 请问一下慕容女士在结束 你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的话是见不到我们清总的 麻烦你公告一下 就说 就说 唐先生来找他 清总很忙 不是像你这样 阿妈阿狗的都能见的 我是他朋友 今天确实有提供他 咱能不能够给他 朋友的话 是自然能联系到清总的 只求清总的人一大把 你这样英闯进来的 我还是头次见 早知道那天就把门片收下 没想到会继续 唐先生请留步 不如小姐 真是好难见啊 对不起唐先生 是我大妈 清总 对不起 是我误会他了 原以为昨日一别 便再没有机会和先生一句 我还是深感遗憾 没想到今天 能够在这里再见到先生 唐先生 请到我办公室喝杯茶 好 请坐 很感谢姑娘为家父店 一秒内 不过 唐某不喜欢见人家 所以这让人要 而且姑娘务必收下 唐先生 不知道慕容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为何你如此疏离 啊 我的疏离 只是我单纯不喜欢见人情罢了 既然唐先生这样讲 那慕容就直说了 唐先生帮我淘到价值不随的补丸 最天大的人情 慕容深感不安 所以才会冒昧替唐伯 颠覆医药费 手机我们两个也算是两厅了 所以 这一款我不能说 唐先生 你也不必如此耿耿意怀 如果你实在觉得不合适的话 那 不如再帮慕容一个小忙 什么 我爷爷想见你 明天便是我爷爷的收担 中午将在慕容家设宴款带各位来宾 唐先生有时间的话 不如来继续 那不是一夜送礼 那幅骨块我爷爷极为满意 这份礼物足够了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唐兄弟 你现在有空来珍宝寨一趟吗 魏老有事请教 魏老 张老门 快坐快坐 这幅画啊 真是有点习惯 老夫也看不明晚 你来赵老爷 还有这个 是女 你再看看 他这个腰带 画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明代画家 唐寅先生的 骑驴归司徒真迹 小小啊 你我所不知 这幅画 已经有了一幅真迹了 目前啊 就在经历 洞宫馆里边呢 那幅画啊 我也见过 比这幅画迹更真实 更清晰 是行内几个老牌专家 一起鉴定过的 这就是 我谈过准备的原因 难道 唐一先生当时画了两幅 不可能 无论是 多好的画家 也不可能画出 两幅一模一样的画来 这幅画 这幅 博物馆的那幅 无论是水墨流动 还是画工布局 都丝毫不差 这么说 这幅是离魔的 不 这两幅啊 都是纸 这国画表画师啊 有一门手 黑板的一幅水墨 这一身这个后 一幅比起来 这顶级画家呀 历厚之类 接下来的三幅画 都会一无论 分毫不差 佩服佩服 唐乔乔的眼里 这卓爵 是老夫 平生寝宪的呀 这时候不早了 我请二位吃饭 咱们全副楼 啊哈哈哈哈 陈总 为了 我去趟厕所啊 哈哈哈哈 欢迎欢迎 这位水墨是我们家祖传的 你家里添加 哎 这咋说 我们这碗是水墨 所以那碗是水墨 四百万 小兄弟 就买你 这是不家祖创 传下来的 几百年了 绝对是真品 您出去随便传个手 绝对是人家 不是 三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你这祖传 那就狮子二开口 买你这个 要么是 要么是啥呢 我买 怎么又是你啊 真是早八辈子许没了 碰见你的丧 不好意思啊 这块翡翠 你难要不要 不要个屁啊 他欠我钱 想拿这个东西底下 肯定使劲吹啊 兄弟 你看您就是前面的 借过世面 您肯定不会走 你看 这块翡翠我要 不过我现在身上 没有四面了 你跟我来 我突然转给你 傻子 谢谢张伯伯 小老子 您又不能帮我个忙啊 只想换您借四百万 找这个大叔买个物件 如果不方便的话 什么不方便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兄弟了 取三百万 拿去 谢谢 你怎么还叫张老板 你若不嫌弃的话 有 张哥 哎 收了个什么好物件 能让我看看 哎 让老夫吵吵 唐小狗 你赚大了 魏老 这玉佩 我只看出 这手头不错 至于这价值呢 我可顾不出来 张哥 这玉佩的价值 合不及那块水头 他兄弟 魏老 你们就别卖关子了 快快给我讲讲啊 这块翡翠 他可是大陆来的 这块翡翠上的龙丸 可得是虚虚模正 当年佩戴过他的人 币位 非常尊贵 难不成 是 你看这个底部 还隐蔽有字 以老夫判断 他可是青睐皇帝 贴身之我 是谁 雍正 唐兄弟 你早就看出来了 正是 这位翡翠啊 价值连城 刚才那位大叔 应该说的没错 这是他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应该是当年雍正皇帝 赐给他祖上 这等宝物 这带值多少钱呢 这 老夫觉得 要是拿去开卖 至少一个亿 唐兄弟 这么尊贵的东西 你准备怎么处置 我还没想好 这块宝贝 价值难成 方法 这么的也不妥善 你可要妥善处置 唐老爷子大时候在即 唐某没人拿得出什么的东西 所以就淘了个物件 作为首领呢 先行赠予老爷子 唐先生太客气了 我已经说过了 那副古花爷爷很满意 不需要再送其他贺礼了 人为礼薄嘛 唐某不敢明目张胆 所以就 私下先送给姑娘 劳烦慕慕容姑娘 带北转送老爷子 那我就替我爷爷先谢谢你了 终于把东西送出去了 戴在身上啊 真是心惊胆战 也只有锦城守护慕容家 才配得起这件宝贝 小子 我走看着 啊 还杨大人 你在我手里简陆简单一把 昨天那块玉佩呢 玉佩不在我手里啊 找我找借口啊 听说你小子对你发了大材 把那块玉佩交出来 我就放了 还真的不算 我那边这个人 我看老大老大吃 玉佩已经被他瞧着 但他不信任是公报 兄弟们看见了吗 走 快看 你跟人里跑 汉老爹 你快来看看 我这汉代的藤云镜可还得体啊 好物件啊 造型辜负 云文灵动 而且寓意美好 作为赫里 绝对得体 那老板 非情啊 我这不过是个小物象 哪有魏老的赫里大器啊 我这啊 这不是几位不必 算不了什么 魏老啊 清代奇祥重宝 本就存世极少 但美 都是罕见的真品 这成套的价值嘛 怕是要翻上好几番的啊 行了 我们就不要互夸了 陈小柳 今天再来的是什么贺里啊 我已经提前送给孤龙小姐了 是什么贺里这么大功宝啊 还要亲自提前送吗 唐某啊 确实李卫言轻 不敢当面现场 不知这位兄台 准备了什么贺里 今天就给我找个钱 这就是我花重金 买的老汤玻璃 据说呀 这还是慈禧太后一花 那价值啊 哎 上你看看 我们这玻璃的制作工业啊 是挺不错的 应该能持有几百块 一派 你懂不懂 不懂别乱说了 真正的翡翠 手感冰凉 而玻璃 触感微温 摩擦甚至会产生烧手感 翡翠与玻璃要成熟 敲击起来的声音也更清脆 你这颗玻璃啊 虽然仿的极身 难以用重演 你 他内行人啊 只需要上手一试 便是真假 一派不明 你一个毛头小 用手一试 就能知道这蛮人是真的假的 这位兄弟 你先别生气 唐小龙 先用武安的水升七高 他的眼里不会出错 你也是人心之士 赏了别人的当啊 严老师 老夫不贵不贵 我劣质一二 政府 让老夫看上一看啊 你拿去看呗 我还不信 我这花重金买来的东西 还真能是个不值钱的捡货 正如唐小龙属所 这个我只是做不经量的纺织皮 黄虚 你们几个都是互相认识的 快换起来一起羞辱对吧 魏老先生 唐先生 慕容有事原因 慕容姑娘 你快给我介绍一下 这几位 不是 这位魏老先生呢 是试古文协会的会长 张老板呢 经营有一家古文店 至于这位唐先生 我只能啊 称他为剑宝大师 我这 诸位 这位呢 是燕金来的许公子 许公子跟我一样 对古文一窍不投 许公子 这剑宝的水可深得很好 前两天啊 我也险些 再了个大针头吧 是 我还真没想到 我居然会被骗 这慕容老先生的贺礼 钱一定不要 啊 我不能啊 诸位 我给你们 哦 同事 你怎么在这 怎么回家 我看你这几天不见 又皮痒痒了 这儿就不是你们唐家人有资格建队的 你让我叫我啊 我唐家人没资格 你周家人就有资格 看见 那个是皇室建材的少主 皇有资 最近 这条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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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跟我说一件事 我说啊 说完你这条狗 这是个贺地狗 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你咬一口 你找死了我家 怎么又是你 皇上 这小子叫唐孙 之前洪秀集团的少东 他刚才侮辱你 我这气不过呀 就给你争承了下去 原来是个落魄少爷 何必跟他一本见识 这里是慕容家 别把事情弄 我警告你 不管你跟谁敬 别把事情弄弄弄 给我老老实实的 这里是慕容家的 我能不知道你所以 好一个警告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拿慕容家压我 再给我说一遍 我 老老弟 怎么回事 这个人跟我有仇 故意过来找查 谁知道 他说不过我 就找他主子告状 他主子呀 也是个苟杖人士的货 还想拿慕容家压我 看来你是真想把事情闹大 谁带他进来的 又是要叫他规矩 不关你屁事 老书 你别不识抬举 这儿是慕容家 你别在这自考陪去 人皇上教你做人 都是为了你好 可不用为了我好 教好自己的脑就可以 牙尖最低的东西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拔他 把这不实裁剧的东西给我撵出去 我慕容家的神力 想试图轮到一个外人之神 唐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他就周小泰 山野集团的少龙 通路弄带天之神 他刚才出演挑衅 还遭恨 那 唐先生想怎么解决呢 这里可是你家 我可以处理吗 当然 唐先生可是我慕容家的贵客 侮辱唐先生 那就是侮辱我慕容家 山野集团的董事长周大山 曾与我父亲唐恒是世交行业 却为了一己私欲 设下陷阱 害我唐家破争 而他儿子周小泰 三方五次少人家害于我 对于这种不仁不义 一句天日 我教育男赛清恩怨 唐先生说的事情 一查便知真假 不过 我看周先生这个样子 想必也所言非虚 来人 把周先生给我请出去 对了 黄总 我记得明天是要跟黄总 先合同是吧 不过现在我看 还是严夕吧 黄总 请便 好的 孟女小姐 这位就是唐先生 听说你家已经破产 清清 你怎么能跟这种家事人交易 薛国墨 唐顺是爷爷的客人 我听文杰说 唐先生 你今日连恨都没有背 这是不是 失礼 唐先生能够给你倒出送口 那我挺好奇的 这位布隆家的贵人 这算什么大笔 能不能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 观赏观赏 唐先生在地困难里听人为 我若拿出来 恐怕他不明会关出希望 没关系 你能够拿出来 那你不行 原来这块玉佩 唐先生 这块玉佩 是什么来头 这来头的学长 唐小友 真的没有想到 你也无此好走啊 这不会中的宝贝 你也舍得送你去啊 喂爷爷 吃一块翡翠 真的能够中吗 等着 这价值严重的宝贝 我也曾要他解析口质 没想到他也这么豪爽 这省力的宝贝 他眼睛这么闷 直接就送给老爷子了 要说这宝贝啊 也只有木龙家 才能亏得上啊 哈哈哈哈 这小小的一辈 哪能吃这么多钱呢 我看你们景城人 是不是井底之蛙 你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啊 哈哈哈哈 要打打打打 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嗯 丁儿 知道为什么 是你跟我提起来那位唐先生 你也不认识 哎老婆 你听说啊 这位唐先生 如果论几家事 他可能不在所谷 但要论情意 他绝对不认识任何人 你看 他给我送的那块鱼拍子 老婆我亏不敢当了 爷爷 七块鱼血 真的这么贵重吗 确实是 就为这块鱼肉的贴身之物 他就打起来 要说起来呀 这个景城啊 不严谨 但是这里也是人才济济 无论是这位魏老先生 还是这个盘小悠啊 眼光都很大 老婆啊 老父 也都济济 虽然 您是 严谨文物馆的元老先生 为了先生 就要打你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来来来 为了 唐小悠 咱们一边走 好 你看 趁点一个私人拍卖会 好几下 我啊 有好福呢 我去长长眼 那你明天陪我 我去看看如何呢 唐老弟 你要想在这行走下去 多结交些人脉 那是很有必要的 好 咱就听魏老安排 你们走 爸 我就不明白了 就算他送了份后 您对 唐顺这小 是不是有点 太宰了 许佳的人 啊 您这是 做给许佳看了 您不想 我们跟许佳联姻啊 你对自己的角 有人欺骗了解吗 许佳的眼睛 那是位高权重啊 我们慕容家 跟许佳门当户队 这亲戚嫁给许佳当媳妇 不亏呀 这 在你的眼里 就只有你 你尊重我亲戚的个人意愿啊 我慕容家的命 绝不会做全市的牺牲品 红秀集团目前什么情况 目前红秀集团累计欠款8000余万 所有资产全部收压在银行 如果说在月底之前交不清所有欠款 银行将会拟定在下月中旬进行拍卖转 立刻去趟银行 将红秀集团的全部资产输出 另外在草宇和合同 以慕容集团的名义 向红秀集团投入5000万现金 而收购10%的股份 秦总5000万购买红秀集团10%的股份 这 红秀集团全部市值加起来才不到一个亿 你照我安排他去做就行 是 为了 谢童已经到了 你带你去做 好好好 为了好 快就坐 这位是徐欣 从渠州过来的健保室 谢老板 我带来的这位唐小友 健保的你 并不在我执行 哎 这位小友 这第一排是VIP的专做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老板您坐下来吧 小兄弟 这是我们拍卖会的一个规定 希望不要介意 没关系 眼界的高低 你不是一个坐着眼界吗 对吧 好 各位 我们拍卖会马上开始 各位 今晚的书藏品 都是来自本地有名的书藏家 月先生 现在拍卖会正式成立 第一件藏品是来自吸收拨取纹 双眼带服务 图公的包厢上的 保存期价 起拍价300万 每次加价不得及于1万 上午风景 喜欢的朋友可以上前掌眼再评价 六老二来吧 老爷 魏老师前辈 还是请魏老师 说实话 老夫也看不敢 就说 一玩儿如相似 现在拍卖价 四百万 二十六号四百万 老子吃五百万 三十五号五百万 五百万两次 三次好 五百万 红椒 第二件产品是咱们来自春秋的青铜剑 有喜欢的话可以上 我来看一下 这本剑你加多少 五十万 我出五十一万 买回去研究一下 哎 唐小友 这柄剑有什么来头吗 暂时还不知道 只能买回去 转手了以后才能确认 能有什么看的 一把破剑 满身铜锈还有修银剑 别说五十万 放在外面 连五百块都 既然你说这是一把破剑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就赌他值不值一万 你想赌人吗 如果他值的话 那你会再替我不赌 如果不值 那我再给你 好啊 拜拜送钱 傻子才不要 那就请在场的注意前辈 替我俩做个见证 好 能不能弄些安安水 叫你泡过来 没问题 哎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这把剑 风暴毙落 狠气毙冷 确实是把好看 其实很可惜 这把剑的间隔处 有巴 是大大的损失了这把剑的价值 这把剑就算有巴 也不止五十万 放棄 谁说这只牌 什么 什么 是错筋银纹 什么是错筋银纹 我人在青空里气上 假装银纹 是用来记录 端造该器具的名称 原有或纪念人物的 而银纹 又分为错筋错银 注册的 其中 以错筋最为贵重啊 特小友 可否 把死见 让老夫一关呢 为了 开出什么端倪 这银纹 可得是剑的名称 这居然是 八荒银剑之一 巨血剑啊 好剑 怎么样是剑 这把剑 值得有五分 为了 这把剑到底值多少钱 当年这银纹 从事 曾经起过 虚然打过 那里剑上 没有任何名案 剩交价 580万 如今 这把剧血剑 既有错定名门 当然 价值也要高出不少 以老夫看来 至少也得 六百万往上啊 唐小友 这把剑 六百万 转让给我如何 唐老弟 这柄剑 六百万 转让给我如何 不好意思 谢总 在下 还不打算 说 唐老弟 这柄剑虽然好 但是你还年轻 在此地有无根基 这柄剑要是跟着你 更新剃 剃剃剃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唐老弟 谢某人对这柄剑 十分的忠意 志在必得 那看来你是打算 敲买敲买 谢董 要是想折腾唐小友 老夫年老体衰 疼不住 不过 我回头 会和慕容家的人 来跟你想他 慕容家 您的意思是 卫某 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唐小友 何时慕容家的贵宾 真是 谢董应该记得 昨天给您出现的 慕容家的愉配 压恶恶恶恶恶 正是唐兄弟 常来无偿色素的慕容了 什么 慕容家才当着自豪名流的面 明确的宣布了 唐兄弟 正是慕容家的贵宾 唐老弟啊 刚才我那一般话 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您别当真啊 何兄弟 今天都不要我眼见不良 您要是择罪的话 您就快张鲁吧 算了 看他魏老和张律师的份上 今天的事 我就不记住 那这把剑付款的事 宣布服输 感谢几位大师 今天来替我张眼 我已备下了博焰 欢迎大家一块光临 妈 二三 爸 谢谢 我是银行法务代表 今天是来谈谈有关 红秀集团抵押接贷的债务事情 你是来催战吗 很抱歉 我目前没有能力 在约定期限里有关钱的 至于抵押的资产 我请你给你注意 不不不 唐先生误会 您名下红秀集团签的债款 嗯 宣布还行 我过来就是和你交接债务合同的 什么 这是黄款合同 您可以仔细检查确认 再和我们交接 慕容生 爸 小子 没想到你们和慕容总裁还认识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应该推促你们黄款示意 小帅 你说说 是怎么认识到这个 给慕容天总裁的 爸 妈 事情就是这样 虽然听起来吧 一切都很巧合 但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既然唐家已经恢复了这场 那你就不要着急出院了 好喝养伤 当时还要出一件事 您二老就放心吧 对了 我现在在珍宝宅工作 我还有事情 你去处理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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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马 哈哈 哎呀 大叔比啊 你来得正好啊 快帮我长长眼啊 大叔打算多少钱出啊 这件东西呢 我只想了解他的价值和他的来历 大叔 看出这个印章了 这是智作 这是比同主人的名讳 明朝正德年间啊 著名的导客家 诸贺 诸英 朱智争 一门僧带行团 誓成三宗 可是三宗啊 就是朱智争的样号 唐兄弟啊 这三宗主客呀 盛名在外 但是到了清乾隆年间的时候的 竹客鼎盛 有不少名家在当时都仿制他们的作品 也是为妙为肖啊 这也是笔筒包姜厚重 是个好东西 小文弟 你觉得这个能值多少钱 参照其他名家的同类作品 这些物品 少说给的几者 如果上台了 至少的百分几 这么高呀 对了 我听说呢 这人见上的东西是有收监定费的 你们这儿呢 怎么算的 哦 这开广店呀 确实有这样的收 但是我唐兄弟他不是开店的 所以这个嘛 他上的 算了 我也是释放机会 难得大叔不想我年轻 我倒是感谢了 也就 我多谢了 那我就签斗司了 大老爹 好眼力啊 你可知刚才走的这位是谁啊 哈哈哈 那你知不知道 咱们古丸界最大的行贵是什么 严谨的 藏龙行贵 这位就是藏龙行贵的会长 郭天恩 他虽然不懂古丸 但是经营行贵是很有神 多年前我曾经他有过一面之缘 你知不知道 他这次忽然来到京城 是有什么事啊 难怪张哥推辞 不收监定费 这是预先要的城下人情 日后恐怕还有交集 哈哈哈 哦对了 东宁 你这次来是有什么宝贝要出手吗 我就说嘛 什么都逃不过张哥您的眼睛 老弟啊 就是个物件 想请张哥开开眼 哦 哎呀 好贱啊 老弟 这是从哪来的 国家的魏佬啊 去拍卖会上捡了 这么大开门的东西 怎么就让你捡张了 你别卖官子啊 快给我说了怎么回事 说来话上我就不说了 张哥 我想把这个急着出 这么一把好贱 这少说也得上千万 老哥 这店太小 谁吃不下 不过 我倒有个主意 张哥有什么好去说 今天早上我刚收到消息 竞争圈子里的大网门 准备搞一个 古玩交流会 那么一点的 点档行 古玩店 还有搜藏家 都收到了清洁 我正发愁 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 墨钱 行啊 那就老板 老哥我就知道啊 你老弟 这次交流会的手续费 你不管了啊 都包在老哥哥手上 这次由你老弟出手相助啊 哥哥我的招牌 这次是保险能够打到响亮啊 哈哈哈 又打了响亮 哈哈哈 唐晓晓晓晓 老夫有件事请你帮忙 龙会长 电签那边传来消息 咱们前段时间周培登那批被盗文物 有一部分无法劝人来临 为莫请有失望的专家过来帮忙见你 简庄有名的几位专家 目前没有实践 唯一在室里的卫老 目前是你不在书 不过他已见了一位与他相当的好友 可以请他来帮忙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直接请过来不就行了 卫老说 他的这位好友 您记上京 先少外出走动 不是很有名气 怕咱们请过来 一千带他 那这样吧 你直接请到我的办公室 我请你接人 那先生 这位就是我们的王会长 是你 大叔 我们又见面了 哎呀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为老举线过来的 建议专家 唐顺 这两位呢就是我们锦腾 中文的王会长 锦腾 什么时候出现这么个年轻专家 卫会长 就凭他也有资格给我们十一股楼吗 两位别先着急针对我 更不用为难我们锦会长 咱们不妨赌一下 如果晚上也真的有那么不堪的话 我自己立马爬而入血 好 你若真有本事 我们先去道歉 你先看看这件鞋子炉 是真是假 他不是熏得了 那你说说看 这上面的印章 你已经揭露了他的来历 这是一尊 宣责罪器 年轻人 你去看看这件瓷器 如果你能说出他的来历 我们不仅仅元气留下 还会郑重向你道歉 不过看不出 也不大碍 你还年轻吗 以后有的事情会成长的 年轻人 这件瓷器 我们几个人都看不出 你看不出也算是正常 我不是看不出 你在思索 还如何跟你们讲述他的来 年纪精轻 到时候会说大话 别说我们几个欺负你 台阶已经给你 是你自己不像 瓷器在唐宋时期很少 你们之所以看不出 是觉得这件瓷服 做过俗仓 应该是和其宝质的 年轻人 唐宋之前的那是陶器 你见过哪个朝代的瓷器 就是这个模样 这件东汉月阳 由于采用的是刷有法 因此底下看见 浅的美食都不得到 这些美食 虽然很高 但是有些 我们的光景 做这些事情 在东汉瓷器当中 也已经算得上是金面之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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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藏啊 你见证的本事 真是令我真害 难怪 连位老师上的开船北楼 都是你们自己的好业 看得眼睛 今天好会的老师吗 哇 老师 小藏呢 是为老立见来的 让他们帮着你们见见 记得分构 应该不愁 谢谢 亲人 是我们有点不识金相遇 这个 两位老师严重了 我们年纪太轻 有少讨厌 说明不显在外 两位有所疑虑 也在说明了 咱们不够抓紧时间 赶快完成任务 来小藏 你看看这个话 我们两个研究的一阵子 始终拿起不定 骑雷归司徒 我真的想 我猜测的果然是真的 直到骑雷归司徒 那就应该知道 如今各个话的真迹 再多不管理 没错 不满两位 我们在前几天 还欠过一目万一的情 而这情 怎么可能 世界上怎么会有三副一模一样的真迹 我发调话师 如一门师 他可以把一幅画 一层一层结 一般分为三彩 而这接下来的三副画 他们看起来 一模一样 分毫无法 哦 原来如此 老婆受教 早有真是好见识 你们一旦 这些文工鉴定一定不让我们一失 我们开始吧 对 这次帮忙间别分类 不得不成功了 行业协会呢 肯定会有价格 我说 我同一组 可以 再见 小帅 你知不知道 慕容集团 不见帮我们收获了资产 还用五千万处资 收获了唐亚百分之十的股费 慕容小姐 居然这么大神秘啊 本来你爸是不愿意接受的 可来爸是等人说了 我们要是不签的话 他回去不好交代 所以我是心里满救 现在我们的别墅 车辆也都要了回来 公司也正常运营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慕容小姐 请人家吃个饭啊 那我打个电话 喂 秦总 没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请早 敬礼一杯 这次叫你来啊 是要感谢一下 你对我们家的帮助 唐介绍 你不用这么客气 要说感谢的话 也应该说我感谢你 或者 我更应该跟你说声抱歉 为什么抱歉 我爷爷受宴那天 许家三分五次刁难你 其实 是因为我 许家想错过我和许家公子在一起 但是我不愿意 就在他们面前提起了唐先生 我没想到 许家公子 会找你吧 唐先生 实在是抱歉 能为秦总送给党箭牌 受唐能的荣幸 不过以后 我们别搞这么客气 叫唐先生吧 那你以后也不要调轻短了 哎 大家来都帮我评评你啊 这个大姐包装传下来的这个 活动买过参举了 大家说该不该过 大哥不是我不想陪你 是我真的没有十万块钱呀 我这里有一千块钱 都给你 都给你 对不起啊 你别叫大哥了 一千块钱玩呢 你看清楚了 我这是组上传下来的股东玩 我拿出去随便卖卖个二三十万 我让你十万块钱不多吧 今天要是不给我赔钱 我就抱起来抓你 好了好了 大姐的十万块我给他出了 别在这拉拉扯扯 这小姐姐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看 哎等等 你真是吧 你就是十万块 你放屁 我告诉你我这碗 可是打从我这个 呃 祖爷爷开始我就穿下来的 我放假了一百多年了 哎哎 看看啊 大家看看这个右色这个光泽 哪像假的哪像假的 都没错 这碗面之上 刻画文士的刀卡 尽见有利 线条是飘逸流长 尽线刻工中 哎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这只碗 应该是龙泉瑶的 清幼刻画碗 哎呀 小兄弟看来是行家呀 这清幼刻画碗呀 是原末明书时期的山 放在现在转手的话 二三十万不算高啊 小兄弟 那你帮我评评理 我要十万块钱 不过分了 点也不多 十万块钱又少了 唐叔 你落底下十呢 小美女 但是你也放心 大叔我不是那种 说不讲理的人 我说了十万块钱 就是十万块钱 我我绝不恶人 行行我转给你 哎 等等先行 我说的是啊 如果这只碗是真的 那绝对不是二三只碗 很可惜 你这只碗啊 是厌皮 哎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你说查是厌皮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你要拿不出证据 我跟你没完 要证据是吧 行 不过我可得提前告诉 如果你这只碗被我揭露出是假的 那我也跟你没完 我不且要你向这位大姐道歉 我更为你敲诈乐口罪 送你进法院 好了 那我随便给王庆打一会 演的一会啊 查出来是假的 将错间放黑 哎 唐叔 对不起啊 刚才说我误会 不过 你怎么知道这个四万是什么 这法门形成的包奖 上面都有光子 那你看这只碗上面有包奖 不是别的 所以啊 这包奖是错去做人家 那如果刚才他一定要你拿出证据 你怎么办 给古人有云啊 假的真不了 真的他假不了 既然是假货呀 他就肯定有办法拆穿 这上面的包奖啊 我弄点水来 轻轻一搓就掉了 说得好 小哥来给你俩合照影 你别你别拍 你拍什么拍 你拍什么你拍 清风你怎么了 你哪里收光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 我又没怪你 我还有事我先走 谢谢你今天帮助的那对母女 帮助他们的 还有你啊 来 小达 明天有空来航会 好 今天这里过来呢是一件事 想听门 但是呢 不管你答不答应 我说的话 一定 放心 孟老师长 我小的行动 这次呢 我调职过来 主要是因为前情 年龄国物馆发生了一期实险啊 东西都是了 十三江 所以您到锦城来 是为了追查 东西的文物 根据我们查到的线索表明啊 这片文物呢 很可能流动出一声 而且锦城呢就是部分文物的 小专丁 所以呢 我想聊一个京东 人品 眼光 都非常靠谱的人 报 所以 您是要我帮忙先入调查 小达 我一直知道 你有这个东西 而且身份背景又干净 不知道 你也会给你报 既然陆会长新的过我 那我们怎么敢 顾发里面的一天亲人呢 好 的确 我没有看错你啊 对了 以后 好的 陆叔 您放心 我会时刻关注午安市场 和送一下 一旦赢账会要你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这些就是 仍有的资料 这是 居然是宋徽宗时期的如此 单单这些 可比其他十九人家 轻轻轻轻 这些如此是以前的 相当于博物馆的正观之宝呢 如果你能把我们都找回来 那功能是什么大的呀 老实话 我一定尽力 今天就你过来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一会 要开一个机制发布会 表彰到您的正确专家 请坐过来 实现文物 关系正大 我们一天也接近 恭喜 陈江 你消息这么灵头啊 当然 你看看网上 你的照片都上头条了 陈兄弟 快来我店里一套 有事找你 陈哥 坏黄木哈哈哈 陈兄弟 打开看看 正所谓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这名剑 当然 要给他匹配一个 名贵的剑侠嘛 陈老弟 对这剑侠可还满意啊 这也太贵重了 这个剑侠 我珍藏了多年 一直也没有派上用程 用它来给巨雀剑增色 也不算辱墨了 就当 是老哥我 获奖的礼物吧 陈哥 这你也知道了 那天罗会长来找我 我们还说不久 就会再见一遍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在他那里的容 哈哈哈 要不是为了告诉我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你老是说 是不是罗会长 要干什么秘密任务啊 哈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每天交流会的时间 都别忘了啊 哈哈哈 拜拜 老师交流 老师 唐赛 你怎么来啊 怎么 张法官 你认识我这位小兄弟 他以前啊 在我店里做个半个月 觉得 因为笨手笨脚 就回退了 没想到 张老板倒不嫌弃 兄弟 你可没有过去啊 谈不上 我之前出车圈子 确实在那店里做个选 如果后来有个案件做的 他就给我付费 这个账户 居然将唐兄弟这样的 普遇之财 巨之门外 那位大兄弟 要是展龙头角 且看他是什么脸色 哦 那边站着的张女士 你认识吗 他可是历子多人爱过 也是这次交流会的发起 张女士我认识 之前我和妹老一起 参加的开卖会 就是他眼前的 他旁边的那样 像我专家 为兜脸皮业致 哦 唐兄弟 你现在人脉交结 可是等不少啊 老爷 咱们咱们指出交流会 不算正式的 你私下切磋 就要你 跑到旁边 可以扔上台 确实 那位仁兄 给咱们搏个开唐三菜 为咱们搏个开唐三 诸位 以人斗胆 先露个凉 我这尊唐三菜 摇金陶人像 手肯 一人勇于出手 加十万 不知哪有人胸 三面 我店里正好缺一个 这种类似的物质 你想逃往回去 贴定 哦 唐顺 什么事 什么 那许别人看 这不许我瞧着 这什么东西 你懂这个 有 事别三日还能忘记 你可别别人 你把谁切磋 我自然明白 杨老板 我看这是个宝贝 细形 年代 文士各种特点 都非常明显 鲍江和右色 都是堪称经典 没有问题 是真实 兄弟 你怎么看 黄老板 我这可是一件 不可多得的宝贝 错过这一遍 没有吧 兄弟 你觉得怎么样 各位 今天既然是交流会 那唐某且论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不知道可以提出来 大家碰到头 当然 既然是交流会 那咱们就是以相互交流 分岛降龙 为主要目的 这位小兄弟 你要是有意义的话 既然讲出来 大家相互很热义 再下去了 这位小兄弟 你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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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板 区区一个血统 借偿鼓板 肯定是金怀合意 分析报告 作语 唐某 唐说眼前是我金饼格的一个血统 如今跟着张老板混进这个会场 竟然无名我的唐三财 简直是可笑着气 他区区一个血统的话 你们会相信吗 小兄弟 您先激怒 既然小兄弟提出了意义 不妨等他拿出证据再说 张女士 在这眼底自然的会议者 竟然让他血统困进这个理由道路 您觉得这不同啊 小兄弟 你看 在下年纪丧心 出色的完全 这确实不同 央掌会对我的言论有所怀疑 这也就做得起 各位前辈若是不相信的话 请能在下说明 各位 这位唐小勇 认识 他与为奴别为老 香蕉莫逆 深得未老的赞赏 所以 高牧再次偷胆 向诸位 替同行有同机会 提高 这个面团 小兄弟 那您起司想吧 在下说这座陶人有没有瑕疵 但我没说他是艳医 在下以为 他是拼接熟组 人 我们都亲眼看过了 这件陶人像 看不到丝毫的充足拼接的技巧 他整体造型圆润 规则公正 完全没有瑕疵 这几位横家建议都没有发现过着 必须据一个学徒 竟敢替有横家的鉴定吗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你敢不敢跟我打 打成了杜 很简单 如果我能够证明你之前 陶人像有瑕疵 那他的所有权 都未属于我 那你不问的啊 反之 真凭你处 哈哈哈哈 那我就跟你一同 切开一共和的证明 哎呀 唐翠 你好大的胆子 你别找我的唐三彩 你看 这是塑胶吗 我错 这是距离语西 这唐三彩当中 怎么会有距离语西啊 怎么可能 距离语西啊 经过阿阿仁的话 会具有年性 完全地拼接连连 重复陶瓷 我们确定过后 成了透明的光泽越润 只需稍加大脖 练口和陶瓷的视频 形成完美的评价案子 唐兄弟 你是如何探权的 我不是探权的 我不是探权的 距离语西 经过阿阿仁很好 会具有绿化青的手蜜蜜 即便冷却的 物件表面上 也会有过沾染 唐顺 你叫唐顺 昨天网上头端新闻里 鉴定能目获奖的年轻人 就是你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难道你以前 都去装呢 杨长维 以后做人啊 真是 我完成行走眼简陋 都是常事 互相交流 相互学习 才是咱们今天这个交流 变成功 好了 咱们接下来哪位人训练的 上 凭你现在声明正望 两抽保健 使命 更好的调动 一场气情犯下 他就更好吧 诸位 我 真保晒来 这个匣子的原料是 王牌子龙女吧 就奉这匣子 就价值几十年了 好贱 春秋月博 著名书见大师 周也则所著的名剑 与确 请各位情媒 求职 刘伟 这句讯件呢 来源取出 张罗有幸从箭实到 唐兄弟 逃得此箭的精彩过程 唐兄弟 您往下底价了 底价一百万 无限加价 各位老板 有意向进行帮我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六百万 李老板 不够加价 您未免太烫了吧 这个价位 我不能满顾你 李总 人家对我的报价不太不提 要不您再抬抬价 李老板 您凑个手 一千万 这玩意的 这什么意思 瞧不起人是不是 不好意思陶老板 您的钱太贵重 说不起 开卖的就是价高度 陶老板既然出了高价 这五天自然归陶老板四平 你这样低价转让给别人 不合乎规矩 有什么不合乎规矩的 是交流会 又没有签竞拍合同 陶老板的出价不合乎 我去就算 合什么合理 那你的意思是说 无论我们再出多高的价钱 你最后都可以反悔 好了 竞拍会可以继续 但就听你刚才说我太贪 那不管你再出多高的价 我也不会满 诸位 唐兄弟并非贪财募全职 上周刚刚将一枚价值两个亿的鱼配 送给个慕容老爷子 那是什么鱼呀 好了好了 咱们继续 高网坡代表万宝斋 为大家送上一份动物 这是 真不会是简称最淡的古玩店 高掌柜真是大神 这是北苏五窑青瓷 无闻水尖盆 和燕京博物馆世界文物名单中最贵的那些并不一样 没错 辱瓷之珍贵是所罕见 咱们古玩圈有一句俗话 纵是家财忘惯 不如这辱瓷一片 而据我所知 目前只有燕京的博物馆珍藏这一件 阿罗蒙万宝斋 也有幸得到了这第二件 高罗伴 这件水仙盆 那门贵宝斋 是从何处得来的 波曼唐兄弟 这个水仙盆是上个月一个乡下人到我们万宝斋转手的 莫非是盗窃国管的那些违法分子 真是可惜啊 这个水仙盆送来的时候 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的 它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我们万宝斋 集齐了多位专家联手 寻找 高掌柜 您是否有意出手之书 不要说 真的是非常抱歉 我们万宝斋不许出手 想把这水仙盆作为政变之谷 这是今天恰巧集齐众伟红航和承上台来 让大家鉴赏鉴赏 右色天青 形似鸭蛋壳 这盆底 还有受金刺水的双龙效应 你肉眼分辨 倒是看不出来这一战 不知道这只水仙盆 到底是不是实现了 我可以拍的照 请 请 诸位张某还有一些俗事缠身 今日就先行告辞了 张老婆问答 唐先生 请留步 教育师 唐先生今天 歌爱正见 我在酒楼设出了口面 想请唐先生一并挺起 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空闲 一起坐一坐 不好意思啊 李老 我们会方法有点积聪 需要想做给他们 感情里的好意 改日定顿我们的内容 睡了吗 现在方便到我家来吗 深冬半夜的邀请我去他家 发展是不是太快了点 是这样的 我爷爷想见你 有件古董他看不懂 要是古董明白这件物件的真伪 他今晚就睡不着觉 所以 好 我马上过去 哎 原来是我小狗的 小狗来了 我做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 这位就是艳琴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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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你不介意吗 这件军瑶词造型大气 是难得一见的真实 军瑶词 那一定很贵吧 这上面的铁锈花 倒是挺漂亮的 小董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爷子 宋代军瑶名声级 在后世掀起了 匈领文派的广造工程 这铁锈花 是明代军瑶词 独一无二的特点 原来是明代广造的 那时候就不值钱了 明代广造的军瑶词 虽然价格不及宋代军瑶 但也是技艺精湛之作 又传释稀少 所以价格上也绝对不低 上拍的话 一千万个厨 小董啊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它是明代的 而不是宋代 因为除了这铁锈花 很关键的 便是右面内的气泡 明代军瑶词 右面内的气泡明显要小一些 而且泡多白料 显得更规律 除了这两点呢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区别方法 快 说说看 军瑶发展历史悠久 因时代不同 胎制材料 也有着些许的差异 从重量上而论呢 明代军瑶明显有比宋代军瑶更重一些 小唐这个剑下能力啊 果然是非同一般呀 看起来 木儿这个老鬼 没有说假话呀 那天看到的 尸切文物资料里 好像也有一件 明代仿宋的巨瑶词画本 老爷子 我能问一句 这件明巨瑶词 您从哪弄来的吗 一个小被送的 那您清楚来历吗 明代仿宋巨瑶的词啊 虽然是仿制品 但是也十分的稀少 很珍贵啊 像这种紫红柚色的 老是记得 也就是燕京那边有传的吧 小唐 你还知道些什么 如果老爷子不清楚来历的话 那晚辈觉得 您最好还是别接 小唐性情稳重 看着样子 但是知道点什么 但不便明说 明儿呢 就是把他还回事 那谢谢老爷子的信任 时候不早了 那二老早点休息 晚辈歇醒倒退 喂老叔 明儿道 昨天你发的消息 我已经连夜 冻着眼睛那边了 那边安排了多血酒 等在感慨清晨的路上 四晚点呢 还得麻烦你来和我 等来交一讲 你放心的过程 好的老叔 还有 我没需要确认的话 恐怕也得需要你过来 崩崩欺限打枪 你也知道 这个事情 能够一生成一面 多草惊世 好 请老说说 随时提名安排 不顾了说 昨晚我在慕容家 好像又闲到一间 永连访送去 咬死花盆 你像事情文物中的一间 知道你不用把更新了 你这就安排人去回首 糟了 老爷子说 要把东西送回去 你不知道还在不在 喂 清江 昨晚的古董花盆 还在你家吗 谢谢你昨天的帮忙 那件古董 爷爷已经让人还回去了 爷爷你舍不得的 回头 你再帮我淘个宝贝 送给爷爷好不好 好 东西没留住 看来得跟罗叔说一声 这位是 业与大学考古学院的副院长 严老 严老的弟子 彭古恩 晚辈堂世 见过严老彭古恩 听小罗说 你对古文物啊 终于极高 老夫带来了几件宝贝 有没有兴趣 公平 荣幸知识 这件汉代的心一定有错 可惜修复 这件彩陶的颜色和形态 都十分符合唐代彩陶的特律 完全看不出半点旧架套起 可惜啊 房品终于枉品 真的什么声音 一般陶瓷器的敲击声 是清脆的 而这件却是沉门的 所以啊 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东西是个爬山头的东西 也就是说 摘碎了以后 风性偏偏起来了 不错 不错 差不多了 连小鹏都看错了 小鹏子 果然有这么本色 那还有一张 看错了没有 如果看不出来 就直接说吧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词评 是红武青花玉色春品 不精美 但不过精美 可以真的 是瓶身造型无可挑剔 很是完美 上面青花蝉枝 牡丹点缀 技法更是纯属之奇 那重点吧 没以假的是 瓶身的优采太细 有了惨 这是所有 是烧制工艺不成熟 造成的瑕疵 有这样的瑕疵 有四五处置的 却都是一场血缘 瑕疵 那这些古代 未提述果然的表现 怎么到你嘴里 跟他讲不下去 那明代的烧瓷工艺 已经极尽成熟 新初遥的瓷器 表面上很难再看得 自豪的瑕疵 这位师傅的造瓷工艺 之下 而且他不知道 这件瓷庭的真正来历 倒显得有点 画舌天足了 不错 不错 小小年纪 变观察细微 这种细腻的心思 果真不犯 像老公大伯 对 现在最关键的是 要确认那件水仙盆 到底是不是 五万世纪的文艺 教堂你有什么主意 我跟万宝摘的高掌位 有过几次来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明天一早 咱俩再过去拜访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拜访 摩老爷子 求证明代防送 俊瑶寺的出处 真的 我还 因为人家 现在已经不在 什么 应该跟你通话 我就会露露情绪了 还是说了 人家有点滑回去 这么关键 我现在就派人去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腾大师交等了 之前招过一个客 我之前收了一件俏 还是一部分 只是一时便不明白 正好你在了 可否 为高某掌个眼睛 好 人家请你一边帮忙 等个带吧 高某掌柜认为 这只青铜鼎 是哪个朝代的 高某眼镯 只看出这是仿西周时期的武将 具体是哪个朝代 还是有点拿不出来 周代的青铜鼎 凡是雕刻皮修的 其脚趾都是从张开状 踩踏在小银之上 而这只皮修的脚掌 却是成内弯状 埋没在小银之中 有这种事 除此之外 这一森青铜鼎的重量 跟相同程度的青铜鼎相关 略显偏重 这有代表什么 秦汉时代 野铜技术 较至商周时期的更精练 密度大 重量更偏重一些 再根据花文判定 这只鼎 是秦末汉初 往西周的第一天一起 唐兄弟 高某受教了 二位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只要我高某力所能及 绝不推辞 高掌柜 我想带这位前辈请求 谢贵殿的宋汝瑶水仙盆 好 稍后 老先生 这根本就不是北宋汝瑶尺 高掌柜 如果你不想借我们一关 你大口直言电视 和你一下乱针 就未免 太吵不起人了吧 小兄弟 行动行动 走走走走 高某如此做 也是谨真之举 这北宋汝瑶瓷的珍贵 居士罕见 如果就此放在此处 难免遭小人惦记 好不得已 才制作了这根样品 极空观瞻 高掌柜这意思 不止唐某手脚不干净 会做窃贼之举了 不不不不不 最初想着观瞻之举 他无论真假 就得请真品前来 没想到 这位老先生眼光如此深色 一眼便知真假 我这便请真品前来 我这便请真品前来 老先生 请 大老 如何 世间为二 以我 不正不凡 高掌柜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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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不知的明显 但至少表明那一件水线盘 可能还蛮猛俗 对吧 嗯 洛书 怎么了 那件明天的旌角色 人身拍了 这么快 知道对方什么身份 听我也是提过 那一家叫 水鸡是从渔土里面 是他 潘大友 你认识此人 潘不上认识吧 直接打过交道 喂 我知道了 我刚得到消息 说是这个虚心呢 准备去参加四日拍卖会 准备出书一场死期 刚好陶一军 也准备去参加 正好缺一个张眼的主手 小汤你和他一起去 好 看见了 你是牛老板 唐春 你怎么不在这 唐春姐 就见面 没想到 你应该回来我这里 真的是 有失原因啊 我今天来 去帮陶老板来张眼 既然都认识 赶紧开始吧 黄帅 这次不要再出门一趟了 陶先生 陶先生 是你的义务 其他人的话 可以不做事 但如果有人问起的话 请说他们无疑冒犯 只要是说 唐春姐 有你这句话 我就信了你做了 李老板 大股不理 这钱啊 我就不收了 李老板 既然你是东道路 就从你这先开了 哦 这方点 贴秀剔头 包胶远润 台质厚实 李老板一出手 果然不一样 这跟千平方点 是我李某 最经常 清头来的 已经交给了几位专家 进入我 确定了 是西州的 各位都是唐家 你手 若至于都可以上手 陶董 陶董 您是专家好手 眼力啊 不比那些 专家 大市场 还请您带回整理 若能为我领导 不够开诚惨 让大家 静静而训 我李某 一步起 咱哥李总裁了啊 那我就 厚强无耻的 再看看 唐兄弟怎么看 李总请陶董长远 在下 客战月经代了 以陶某人的 见识 这应该是个老牧家 既然是陶董啊 已经给出了结论 如果没有利益的话 是吧 以安排的方式 这尊 西州时期的千铜汤的女器 你家 300万 这位请 黄老板 出价最高 黄老板 那接下来 我来了 唐兄弟 这些怎么样 这些明代 访送军阳死了 平安就是 约五百 都被开始挑战了 唐兄弟 为什么三方五四要阻止我警开 不好意思 唐老板 确实有黄虫 既然东西是真的 为什么不让我来 难道是你们刚才 这下误解 想阻止公民竞争吗 这个小子之前就是郭老师 我都被他摸很多次 唐老板 你这以后用人 也许论一点 哼 徐某也在他手上 诸位喜怒 唐兄弟啊 可能是出社 我的 其实不太规矩 唐兄弟 你不要插手 某个公平竞争 走行 唐老板 出价最高 唐老板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罗叔 徐钦确实将那件明代访宋俊阳转手了 现在东西在陶老板手里 谢谢医生他 我会陪杨老他们 尽快确认那二君子 至于徐钦那边 麻烦你帮我 按太后 好的罗叔 唉 不知道陶老板得知真相以后 会不会气晕过去 姓老夫确认 那件明访宋俊阳华儿 体育是拨宽的 校长 你能联系到徐钦吗 我们想通过他 查查以前那些丢失后的线索 我给李老板打过电话 问到了徐钦的联系方式 但他跟我有过节 你见过 呀 我们的人跟他也接受过 但是他呢 始终不肯透露什么消息啊 诺叔 我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尝试撬带他徐钦的嘴 什么办法呀 二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喂清香 你说这是什么约定啊 你不记得了 上次你答应过跟我去捡露员 我当然记得了 明早九点 我当我接他 诺叔 颜老等我明天见到慕容青 我让他约徐钦出来 他应该不会去捡 看来你跟徐钦 很兴趣 应该成不上情境吧 最多就算个普通朋友 现在 你没有别的办法 真是 诺叔 我觉得这徐钦不简单啊 他手里肯定不止这些君瑶 不然他不会什么消息的都不透露 而且这个君瑶 刚被慕容嘉退回 他就着急出场 他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小唐 那就 拜托你 诺叔 简陋有什么规矩吗 为什么不去店里 倒是没什么规矩 只不过一般掌柜的都惊讶 很少看了 但是这些小餐主 过来有些门外 简陋的几率啊 诺叔 你跟这个 什么人呢 梅雨 我这是我 是豆彩啊 你应该听说过 目前太美了 2.8亿的事情 一个独斗 这么奇心 豆彩走在明代时期 就价值高啊 特别是成化豆彩西方飞 从我过 从北一双十前十万的钱 不怕你说 反正这豆彩背 来什么 现在因为手头 所以我才知道 要不 我可舍不得卖 还要这样 小哥 看你时间要 你又是内吼 我也不信你 五万看上了 你拿走 诶小哥你别走啊 那只碗应该不是这样 看来不跟你解释清楚 你还放不下他了 那只碗的右面 是不是特别的亮 亮点不好 如果瓷器这么红烈 九成九都是新出的 像这种啊这么亮 基本都上是大 偶然遇见行家 如果你只有想要的话 一百块 当个东西给够了 还是滑得来的 那他整个摊位就没有真正吗 上身份都没有 不是这位小哥 你不买也就算了 不要这么直接 怎么 我这里就没有上身份 你要讨没你喜欢 连个副碗都不想买 你还买的上身份呢 老板 我买 等等 两千 两百 准备送这只豆彩碗做天头 你要是成心要 一千八 你要是剁我玩 赶紧走 三百 我今天这只开来 一个大老爷们 三百块钱 我不想走 你这样 不保证 你快给我讲讲 这副盘子是不是有什么来历 你看这盘底的字 窩记 这是烧智者的字号 此人真名常用不清代者的质量 他自立的质切 存质量十分稀少 留下这种特殊的质量更是罕见 因此 即便是个产品 价格也不宜 那这个 这多少钱 如果拍卖的话 至少得涨了钱 通销价可能给两千百块 就这么一个副盘子 真这么值钱 留下来吧 我不能收 这太贵重了 我今天本来就是陪你捡漏的 最后的收获 贵你也算正常 再说了 买的时候 可是你掏的钱 那也不行 虽然是我付的钱 但是我可就只付了三百块 你去送给我上百万的东西 不可是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 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什么 帮我约个人出来 就是那个 送军瑶花盆 为你爷爷的学习 没问题 明明 帮我预议一下 于成来的徐青先生 今天晚上八点 吃鸡饭店吃饭 好了 那这一下 可以说好了 好 那我们 就算是扯平了 走 继续讲了 走 谢谢 这些核桃还是不动 这不是普通的核桃 这是文王 很值钱 普通的不值钱 像这种谈乐 这位小哥 你不会到我这儿来现场教学吧 怎么想打我摊子 更吓了吧 既然没你要诚心道歉的话 不如买对核桃 耽误这么长时间的生意 总不能白淘吧 买买买 老师帮我挑一尝 老板 这一顿是多少钱 既然小哥这么懂行 你开个价 你 老板这么精明 我想讲个乐说不成 这顿狮子头有麦想 我说两千 两千就想拿一顿三棱狮子头 我勸你回家做梦 您开个价 你真想要的话 在后面再加个什么样 什么是狮子头啊 什么这种狮子头 说的是狮子头 主要是因为它表面的 像极了狮子 三棱狮子头 是稀有的 一般的狮子头 只有两棱 而三棱 再多处 这种三棱狮子头 这种三棱狮子头 这个 这个虽然稀有 但还是个天价 我给您翻一倍四千 考虑到之前 在您探钱当诉求的时间 我最多再给您加一千 算是没对 小哥 咱开声不通的说 那就别想蒙谁 你瞧瞧 这装相够矮吧 这份量也不小 再看看这表面 色泽紫红 跟马脑一尸一样 起码是个老物件 好 既然老板说的这么通透 那我也不能含糊了 一口价一万块 一万二你拿走 你又拿了 你快说说吧 这核档是不是也有什么来历 一万二 就会吧 别说一万二 就是一百二十万公尺 这么个文王河头 这么值钱 现代的文王河头 肯定没那么多 但是上了年代的 可就不好说了 你是说 这核档还是个古董 你看到这光泽了吗 这种光泽 行业内成为包浆 像这种色泽圆润 如马脑玉石 年份 起码得在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这竟然是清朝的东西啊 看着核档的品种 在家人各种 只怕还得是宫廷 或者王府之间流传 像这种有身份 少年代的东西 不为老爷子 去吧 谢谢啊 朱先生 你先请坐 你们二位先来 我去去就来 杨帅 你可真是好本事啊 居然请得到清总 没办法 徐先生不很赏脸 那我只好 霍颜无耻地 劳驾轻轻 带我周旋 咱们你也知道 我找你来的目的 是有关那件 军娘花盆 是啊 我想问问你 这件古董 你从哪得来的 那我倒是想先问问你 这些属于不都可以 普通朋友 那我就劝你去 不要多关心事 此话怎样 那件军阳 发的个来历 不是你能查什么 看来你也知道 我背后前程的不少人 你是藏龙堂会 请来帮忙做的 那刘会长许了你什么好处 保护文物 是每个公会人的子日 我只是不忍见到 这件古物 刘若分案 一定要有什么好处 才能帮忙 你可都别跟我说想 理由倒是冠冕唐华 你自己还不如 贪图上了 某人家的事 才敢如此死一起来 徐先生 如果你是因为上次 有件事呢 你可不可以 我们之前说好的问题 你现在跑了 跟我算去账 这些十几万 我徐某还是不坏的眼睛 今天赶来赴约 一 我给你龙虾面子 二 所以告诉你这小子 锋芒毕露 不是件好事 我劝你这是好自为之吧 唐某感谢徐先生 这些肺腹之言 只是此事事关重大 还望先生指灯 唐某感谢有情 你觉得 十几件古物 能这么轻易被盗 博物馆手被森严 若是没有熟闷熟道的路子 怎么可能被拖得出来 你的意思是 有人坚守自导 如果这么多藏品要出手 目前除了你这些露面子 其他的流落在何处 根本毫无头绪 虽然藏龙行会 掌握着市面上 大部分的真理取道 但是暗中交易 怎么也避免不了 这些东西 总归是要有去除的 但是一般的收藏家 是不会收这些来历不明的藏品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 一般的收藏家 那些野鹿子 尤其是那些豪生的 可不管这些 感谢徐先生的指点 唐帅 过了一段时间 我要带爷爷去燕京一趟 爷爷希望你 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你为什么要求我 爷爷把你送子 随日配捐责燕京博物馆 元老再三叮嘱 一定要邀请你过去 参加捐赠仪式 好 那如果到时候没事的话 我就陪你去一趟 吃了不散了 你休息吧 我先走了 爸 你怎么说什么 你跟那小子在约会呢 你说什么呢 我去找爷爷 放手 帮我查个人 经过我向徐青的打探 这门路事件 很有可能是天审自盗 小大大 其实徐青所说的这些事情 我们俩呢 也是有所猜忌 只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项目用输 这次这批被盗墙 本来是燕京博物馆 向盟博物馆 借其做研究的 不想在运输途中出的问题 所有的墙品的物件 盗权的事情 相关我们已经在追查 现在最关键的是 这批被盗墙 本来是燕京博物馆 但托斯呢 没有让我们有任何的警察啊 是啊 小大大 最后的盟物 才生了一具关心的物体 这些盟物 渐渐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它流落在外 实在让人嫉妒 文艺术的损坏 那更让人作为默契 关于藏品的项目 我都有个大口的材责 徐青昨天隐晦的提到 这来路共鸣的藏品 一般的收藏家 是不敢接受的 但那些豪生却不畏在 徐青是从渝城来的 而我们之前 也正好接触过渝城的一个人物 哦 谁啊 渝城的首富 谢高秋 此人在渝城的势力庞大 而且他有极其喜爱收藏古董 我跟徐青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因为此人的邀请 所以我大胆推测 徐青极有可能是在暗示此人 他的手中 应该会有一部分的实现状态 你的分析还有道理 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方向去查的 若说 这也仅仅是我个人推测 未定是真的 所以二位 放心小唐 老夫懂得分寸 曹老爹 现在有没有时间来我店里一趟啊 我有点急事 想找你帮个忙 魏朗 好久不见啊 哈哈 张哥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啊 唐兄弟啊 我有点事要回老家一趟 想请你帮我照看几天店 还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啊 这个没问题 不过店里这么多宝贝 你就不怕我保住啊 唐兄弟说笑了啊 你可是能把上亿的东西都拱手送人的啊 你的人品我还能信不过吗 更何况 我这店里的东西 百分之八十都是工艺品 也入不了兄弟你的发言呢 这样啊 你看店这几天啊 如果有东西出售 所得的利润咱们还有一半 乘得你可太客气了你 唐小勇听我会长说啊 你对他呀 王富极大 他对你很是欣赏啊 还要感谢卫老的意见 我才能接交到像罗会长这样的人 接交友 虽说你很年轻 是个热心长 但是还没留意些 不要为自己输逼啊 卫老您是指淘云金的 那天我提醒过他 但他不听我劝 非要拍下那个误角 我也没有办法 淘云金这个人 虽说钱财忘乱 但他也不在乎钱 当然就是特别不公面子 以后想跟他维持好关系 就有好多跟他联系 感谢你老弟乔默 我会多注意 你好 你好 我有物件想出手 能请你们展规露面吗 你好 来 坐下来 我现在带给这家店面 跟球权做得一切的事 如果你有物件 诚心想出手的话 你不妨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跑狼杆 兄弟好眼力 这是我家祖传的东西 有些年代了 这次家中周整不济 所以想拐手 硬红钱的困难 你看 这个应该是乾隆时期的 跑狼杆车 打分在楼上 这只碗 我不想直接买柜点 希望柜点能够帮忙 帮我找个买家 具体价格 我跟买家自己买 兄弟你尽管放心 这行为规矩我懂 这只碗只要顺利出手 我以柜点提议成 不过现在家中 着急用钱 我想尽快出手 我可以待会 如果你这么着急的话 买家这方面 张老板 唐兄弟 你怎么也在这 李老板 张老板有事不在 你有什么事 那没什么大事 这个碗 你收到 那这不是我的 是他呀 想拖我找买家出手 怎么样李老板 看看 这橙色 有没有一收啊 我还看了胎质 要不唐兄弟 你帮我说道说道 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这碗啊 胎质戏 完美无局 底又纯白又棉光 这件便是乾隆时期的 发浪 唐兄弟说的好 我李某受教了 这个完 多少钱 我要 一千万 你认真呢 这位兄弟 刚都说了 这发浪产十分欺赏 价值珍贵 其实每一件 都得上千万 所以我要这个价 不过分吧 我刚才说的是 青三代的发浪产价格高 这确实不价 不过你这个 还算不上特别精品 所以你输价一千万 有点太高 兄弟 我知道可以才价也就过分 但是我家中真的着急用钱 我没办法 所以要不你帮我出个价 要是价格合适 我就卖了 前些年啊 国内出现了清证发浪产评 股价量 这几年市场价格 都是通常不少 如果市面上交易 大概能卖到400 我给你四百五 你看如何 嗯 那就听唐兄弟呢 唐兄弟啊 这几次啊 长逢女照顾 晚上我做东 咱们一块吃个饭 走吧 好 哎 李哥 我上个厕所 哎好 不走 走走走走走 哎 哎 周大山 你也会有今天 唐春 你怎么在这 一定是你 是你害的我 举头三持有神明 周大山 当初你设计坑害我爸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会有今天 放弃 那是你爸有眼无珠 贪婪作祟 你不怪得了老子 是我爸有眼无珠 才会看错你这个处子 居然把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 当作兄弟 放肆 你怎么跟着我说 你爸就没教会你礼仪和教养吗 长辈 就凭你这种妄恩负义 诸狗不如的东西也配做我长辈 你 你敢打我 这个笑子咋中你 如果你再敢跟我动手 我不进地打你 我还会让你今天从这里爬着出去 你 如果你放心今天的结局不会是中招 你的想象 一定很惨 滚 你给我等着你 汤兄弟 你跟这个周家有仇 李哥也认识周大山 不熟悉 不过前两天 他来到公司团合作 因为胳膊太小 被我拒绝了 周大山设计痛害我了 害我汤家破产 此仇不够不太便宜 我一定不会帮你的 汤兄弟 你帮了我这么多次 现在我帮你一次 如何 李哥有什么想法 我帮你对着这个周大山 给你报这个仇 我想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周大山当时怎么还多 可叫这么坑坏 我也要让他尝尝 这被坑坏了 这个好办 你放心 不出一轴 这个人看一出好戏 你就是唐顺 您是 毕人慕容颜华 是亲亲的父亲 是国父啊 陈总 我今天冒昧而来啊 是想跟你谈谈 你跟亲亲之间的 抱歉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希望 你能够和亲亲保持距离 国父 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小唐 我姑且这么称呼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个优秀的人 不过你跟亲亲呢 终究不是一路人 作为长辈呢 我想提点一下 你跟亲亲在一起 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您亲的书 我们亲亲之间呢 只是普通旁的关系 并没有影响的 那我希望 你跟亲亲的关系 能够止步于此 我说 我敬您是长辈 所以对您呢 始终是养不尊敬 不过您现在的要求 也太起来算了 数碗没可能从 小唐 我今天前来呢 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跟你谈话 而不是什么其他的身份 如果您真的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那这些话 您更应该去跟亲亲谈 小唐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恶意 还请你站在一个父亲的身份上面 考虑一下 我刚才说的 在这些大人物的眼中 我就这么为理事途 这么不堪 后天你能除开身吗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把身份证号发给我 我这边一起订机票 我想 那我恐怕脱开身了 我能陪你一起去 爷爷 唐顺拒绝了我的邀请 他说没空去演讲 那你请他今晚来家里吃饭 我亲自跟他说 好兄弟 我跟你说 好戏 那时候就开始 做什么 大山计算的原材料 如今啊 我就全部装车 现在正在运营 我计算的路程 一会啊 周大山便会向我来 做人货 你就看周大山 这就送下去 姚威其量吧 李总 原材料理案合同 全部运营公司 您看这个 小老板 不要着急 黎某啊 为你介绍的月皮 你怎么会在这 他是李某的兄弟 周大山 你认识他吗 你有何兄弟 我不懂您的意思 那周大山 你懂 什么是兄弟 这兄弟啊 只是能为你两位插刀 死他头 周大山 你为兄弟两位插刀吗 李小丽 你这是何意吗 周大山说了 您不仅 能为兄弟两位插刀 反而插得你 向周老板 这就是狼心肿碎 背心轻易 就被更急 李总 咱们可是签过合同的 你要是想毁约的话 你得给我赔我约金 合同 那麻烦周老板 再看着签这合同里的 调调 这咱们可能 你两个合合起来 来人啊 欠周老板出去 李总 你不能这样子 那可是我全部的资产 求求你 放过我 放过我 小老板 放过你 小顺 求求你 放过我 放过我 这就是你笑一个 小顺 小顺 求求你 周叔错了 周叔真的错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 细心肯定 重新做人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的背心机 我爸现在还在约他 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 你觉得太晚了 不 不 你原谅我 你再给周叔 最后一次机会 原谅我 你错了不放了 好主持 哎 啊 同事 哎你去 你两个王八蛋 哎 你不能好死 我救你了 你不能好死 喂 周大山 我们接到举报 特权制造一群积极诈骗 跟我们去趟商业行会 协助调查 请 李哥 当然不愿意啊 兄弟之间 无需客气 今晚啊 你我把人 你接电话 哎 李哥 慕容老爷子打过来 邀请我去 他就知道 今天我 可能没出来吧 你说是真的 慕容老爷子 亲自给你打电话 好兄弟 这有什么为难呢 你我兄弟二人 什么时候不能做 我现在 就送你过去 小唐 喝茶 行行酒 以后啊 有空就常来家坐坐 小唐 这 我爸的一番美意 你可不要辜负了 只要老爷子吩咐 那我必然随道随道 今天邀请你到家里来 一是要感谢你为我教训 深合我意 二呢 希望你和亲儿 互相去趟燕京 代表我参加那个 君子仪式 哇 这 小唐 你还记得 燕京博物馆的那个馆长 袁老吗 他对你可是赞上有下 希望你能够深重考虑 结果吧 去看看 其实老爷子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去啊 好 去几世纪 你和亲儿商量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嗯 唐兄弟 你可真是深藏不露 老实说 是不是快当上慕容家的女婿了 你可不要不说 不可能的事 怎么不可能啊 就说慕容家对你的态度 绝对是有意撮合你和亲总的 这慕容老爷子 找你当孙女婿 还是稳赚 李哥 你是不是也打心底认为 也在抛肥上 这慕容家 有钱有权 有势 这整个锦程 整个穿上 谁又不想 攀附一下 我呀真是羡慕你啊 可我不想在别人眼里是个唯一是独的人 哎呀 唐春不愿意攀附任何的 唐兄弟 你可真是身在俗正不知乎啊 小子 终于找了 又是你 你说你个常常皇家大少爷 你作用上亿资产 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 不放啊 我一二三再二三 在你面前再跟头 我今天不揍你 我就解不了去 今天又塞了什么图 上次那个点 我花了巨资买回来 结果我以为是个宝 没想到 其实你早就看出来了 抱歉 我确实没有出言提醒 你自己看走了严谊 不怪我啊 对吧 少说废话 今天我不斗 我就不信火 行啊 反正我今天信 正好陪你们几个练点手 上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这段时间啊 我可没少分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要改姓是吧 行 算你厉害 我以后见到你 不绕到手还不行吗 那当然也未必 今天你们几个 让我打得挺爽 我现在是心情 我可以给你们许诺 如果下次再让我碰见你 你再有什么东西 看懂眼花 我可以出言提醒你几句 怎么样 呸 我才不想见到你呢 上门性 走 丢人百姓 快走 各位大家好 臭小子 这次来到我的地盘 还怕对付不了你 这件雍正的翡翠玉佩呢 是由川省慕容集团的唐顺先生 捐赠 下面我们有请唐顺先生 来讲一下这件文物的发掘的过程 以及历史背景 有请唐顺先生 我想问一下 你目前业内的现状 专业的鉴赏家 都是具备一定的岁月能力和沉淀 你这么年轻 我想问一下 你是如何认定这枚玉佩 就是国宝级文物 那这位先生的意思 是指如果我白发苍苍 老太隆终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吧 唐先生 请你正面回答我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如何笃定 这枚雍正玉佩 就是国宝级文物 我很乐意为您详细讲解 但我怕 即使我讲解一年 你也掌握不了什么 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 我这里正好有建议 将请唐顺先生现场鉴定一下 以张先生的鉴别水平 这是秦南辰香 润如玉 香如蜜 辰香木吗 你这个问题有缺陷 秦南辰香 确实是辰香品类 但是这个辰香 可不是什么木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言的陈香 并不是指陈香树 而是陈香树的某个部 陈香种类繁多 而奇难陈香 则更是陈香中的精品 我想你是如何 我问的 可不是他的材质 而是他的历史 如果唐先生看不出来就算了 毕竟你那么年轻 看不出来 也没有人会笑 拿发箭进来 天下 原出黄魔 这次是针线盒 出自元代初期 你不会再骗人吧 这么各种的文物 怎么可能只是个针线盒 看到这盒盖顶部两行小字 这上面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写着 中国古代之上 能称黄魔 且历史跃远之人 便只有宋末元厨的纺织家 黄魔道德 说得好 唐先生的鉴赏水平啊 还真是了 不感谢他 我们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 你来燕青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家父小剑 你给我回去一趟 唐叔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请假 我听说默魔家和许家是失交 你来到燕青里允许拜保家 你这决案人就不放你 跟着一起去 唐叔 那我先去拜访一下 许伯父 能练得着 走吧 请请 我知道你想拿我当当剑牌 拒绝许家 只是很抱歉 我不能再帮你了 谭小佑 你来燕青很久了吧 老夫 赶紧个手转一转 刘老 我想去一趟燕青博物馆 看一下里边 刘老 这燕青博物馆 果然是名不许传 如此多的真理 真让人 我们文物馆也不错 不知道 彭小友看过没有 真有不饶好东西 这声音好像挺熟悉的 这不是小琴吗 小 啊 原网 是我的错觉吗 你感觉 他看到我似乎有点慌张 你感觉他看到我似乎有点慌张 冻上了 冻上了 我似乎有点慌张 我相信 原老 这牛步 既然你们来到这边了 那就一起是个便饭吧 哎呀 老夫 还有事 就先走 早 晚安 小唐兄弟 你有没有听罗会 那批背道的文物 先找回来找回来 我没听罗会长说过啊 在你找的 这么保密的问题 我肯定不知道吧 你还是去问一下 大小 您 刚从京都上去对了 所以话那就是你和清清两人之间的事 难道你不要轻轻给演艺 那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那你 我你敢不敢就可以 你轻轻对你有意思你 你看不出来呀你还说 不可能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他拒绝你的借口吧 我我我给打一话嗯 哎姐姐啊 哇他他就这样说了还不信 都喝醉了我马上过来 哎呀 你看哎抱歉啊 都是因为我害你喝了这么多酒 是喝这么点小酒 啥是没有我已经明确拒绝许文杰了 我没想到他还会来找你 你让那小子放心 从今以后我不愿意再来找你 为什么唐顺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 我你 我对你什么意见都没有啊 你你人特别好 但是在别人眼里呢 我接近 我就是问问攀附权贵 难道在你眼中 别人的看法比你我的友情还重要是吗 当然不是 我 我 我老乡 我告诉你 我唐顺对你很珍重的哎 哼 胖兄弟 昨天晚上和你开怀唱演没发 我死死了我误 这样今天就赶紧条街上 无论你看对什么 都由我来买的 咱们去店铺逛 那倒不用 我只爱好显露 那些小摊上的物件 好奇 没错没错 我们就是小摊 这个预板件交通缺乏10万块不算多 行了吧 我这个香楼才值钱 你看这造型 多金贵 最起码值15万 二位我这盆 你们可是要将手里东西的出手 反而要和他画 谁说他飞不出我这个不如他的值钱 现在 你不好我画 那我就卖卖卖卖 我就不信我这个还不值10万块 可否给我看 看 这些 这两个人不是货 我看 这每一个都在数百万以上 不如我把他买下 送给你 我先收 没事 你怎么看 这些田王石百间 从雕工和包经来看 理应是清朝中气手 还是这位兄弟识货 我就说我这个是有胡闹货 10万块 是不是 不要 你这个 新结货 你胡说什么 这是完好的文理 这黄格文 皮儿是延绵不断 特征性 但这两个地方 却有这明显的段子 不止是横格文 还有这些萝卜文 皆都如此 这都是你的推测 你怎么证明 你要是不服的话 可以找被冯云珍过来 烧红针尖 但是几个位置扎一下 应该会有冒烟的很限 这是因为啊 那些粘合剂 在融融之后 还会出现的迹象 原来是个假作 谢谢小兄弟 还是你眼光好 不然啊 我那卢就要被他骗了 哎 我那香卢 这件圣德卢 都同质精细 造型完美 这么看上去 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那那你开始指多少钱 要是针片的话 多指几十万啊 上百万都不指啊 小夕啊 这还是个厌 你刚才说造型很完美的 这明代圈德卢的内壁设计啊 全都是上下后中间薄 内枪有棱角 但你这件圈德卢的内壁 平滑如故 完全跟史料不符 哦 哎哎 他们怎么走了 多丑啊 许大少还没看出来 这比很明显就两个片 幻灯好了演习片 也就是你这种不安适出的大少友 喂 什么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这家书生得赶紧去介绍 没事吧 帮我电两账户紧成个机票 我跟他们对你不要快 走 我 儿子 你们还失踪了 我说来条短信 他被指名让你去一个地方见他 伯母 您先别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了 一定会尽快将伯父救出来 既然他们指定找我 那就一定是跟我有什么 我倒要亲自聚会 看看他们到底耍的什么把戏 好老弟 你的健康水平啊真厉害 让人难忘了 我这一次专程从渔城过来 就是想跟你见一面 共同进步 共同学习 谢老板 咱没有人不说暗话 我办法你 他老弟急什么 那 咱们先玩个游戏 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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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兄弟 有些走的 横顾的 你怎么在这 看来燕京保管教室的藏品 都在你姓老板 没想到保管的那个事 是你对得起你事 不要 张先生自身难保的事 就不要同意别人的事 我能这样说 唐兄弟 可是有慕容世家建的大靠山 认谁啊 也不敢碰他 唐老弟 今天约你来 就是想跟你来一场后努 不知道唐老弟 敢不敢玩吧 大 想怎么来 唐老弟不是擅长健保吗 今天 我认识情 如果你要是看你了 这几个路家 你随便学一个呆子 如果看不出来 要你一双手 谢老板 刚才很擅长 微微利用这一套 你把我爸放 我去陪你玩 唐老弟放心 我主播是请你爸过来 喝这杯茶 为什么都送回去啊 如果 唐老弟是签了这份 对付协议 我马上就不去 喂 爸 你没事 不用担心 我能出了 开始吧 天得青花的鸟子冠 真品 价值大约在一百元 清淡的鸟子冠 暴停工夫 但橙色还行 编辑 这件青花瓷 看着橙色怎么样 如今传世的宣购青花瓷器 硬料多是净好 这种青料 来自于波丝 在一定光线下 会有细胞刺 右面会有凹凸不平的质感 但这一件青花 路面会光 所以是厌平 黄兄弟果然是慧眼不惧啊 实不相瞒 右桃兄弟 还有一事想求 你还有什么事 谢盟只想 让你在黑石交易所帮忙 让陶鸟金 还几个字 不行吧 我们刚刚签订的协议可没有这一条 只是让你来鉴定 对你来说 这就太艰紧了 我们唐人街之前有些摩擦 只是想让他当众处处丑 我听说 他对你也颇有独漫 这边小芒对你来说 只是顺手而已 我们这位唐先生 是深受关节 各位大的推荐 莫非是他造了自己的赏 影响了他的潜质 大杖有独有独 你们以为唐某会和你二人一样独猶何物 用这种瞎扫烂的手段啊 金金即便是刀架脖子 我也绝对不会同意 唐村 毕竟就真是八成 什么呀 这别同事 这样吧唐人家 你我二人一同去黑石交易 只要在拍卖此物的时候 你出言戳穿 我就当你是帮忙 咱们之前的恩怨 怎么没勾销 你还怎么样 可以 不过我给主见你结果 任由你们自由定牌吧 我说话说在前 如果结果不如你们所愿 他有时候可不要怪罪 唐总 你这黑石还能不能开 我都等了多久了 我说 别急吧 还有两个贵宾 今天 有点重话 唐总 谢总 您来了 坐 唐总到了吗 谢总 这么关心我呀 唐顺 就是 真是阴魂不散 陶云金 黄有财 谢高秋 很酷 你们讲这个曲 真不咋 少说两句 入座了 奇怪 唐顺和谢高秋 怎么走到一块去 好了 人都到期了 那我们的黑石交易 现在开始吧 宣德青花 缠制八位平 起拍价一百万 现在开始起拍 三百万 五百万 一千万 一千八百 两千万 两千万 这个不够让你逃走 摘根头的 两千 五百 十百万 跟你在一块 我抢个东西都抢不到 杨老师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上次找人围堵 要揍我的事 你说什么 想挨揍 我 走出来 你挨揍的样子真可惜 再说一遍 往上激怒 唐顺 少说两句 您继续 在这种鼓玩真品面前 唐顺怎么会一言不发 而且 他和谢高秋 谢董 两千五百万 还有没有加价 加个屁 我看见他 我跟来信 曹总 您还要不要加价 啊 既然谢董 这么喜欢这只 宣德八尘 那我就问你很高度 你 你真的不在家 啊 啊 啊 两千五百万一一次 两次 两成我三次 谢 曹云基 唐顺 是不是你们两个搞的鬼 谢董 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拍到了自己心仪的花瓶 为什么要轻怒用 难道这玩意 有什么不妥吗 看了吧 你从今天下午就寸不顾虑的跟着 你搞什么鬼 谁知道 你们是不是安住没来眼去传递消息啊 小老板 你自己也知道 陶老板对我是颇有微词啊 我怎么就能跟他互相没来眼去的传递消息 还有 旁边这个姓黄 怎么就突然听着镜牌了 你和他吵架 是不是早送你不好的 我自说安逸对了 洪大上对我有仇 这事你稍微一打点就能知道 可能是 他跟我命里相克吧 一遇见我就倒霉 人家不跟他也很正常 谢道 咱们可事先说 这事不论结果如何 你都不能过来赌 如今 我跟你的协议已经完成 到此 董董 我说 你怎么来了 小唐 好戏还没完呢 同志 谢高秋 你们二人勾结在一起 翻卖文 请跟我们回商业行会 结束教育 带走 小唐 小唐 我听说西高秋 危险到我家人 这也是抱歉 为了帮我们 让你遇到危险 要不是孟老爷子 同志我们上去 我还没门子鼓励呢 同志 没关系 还有一点事 你帮年老 这会的那些 业绩博物馆 这些朋友 他特地 让我远信 他们管理经过研究呢 想必就因为 博物馆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理想的 我说 谁就先拖着 还说我们得考虑进士吧 好 那我 公护你的家业 这样吧 不非 业绩的 还有些公事 我们就后会游戏了 来 后会游戏 喂 这个 你要离开京城 谭老弟啊 这珍宝钗 这时老说我 半辈子的鲜血呀 既然 你要盘一个店铺 正好 我把他 就交给你了 战哥 您真的决定好 又回老家 添加 没有不散的沿袭 你放心 我抽空 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哈哈 透小悠 艳英文文文的名誉部官 可不是一般人奇迹的呀 你要是当成了 此时我的身份地位 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 决定放弃吗 对 这身份和地位呀 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开家补丸店才受一支一来的欧响 既然 三哥信任我 那老弟啊 一定要好好打理你的链 我对你上头 老弟目前手头上的资金不太够 还请张哥再多多几个 这叫什么话 这家店呀 不值什么钱 你拿去便是 那比起你我兄弟之间的情意 这比这店可成贵多了 那可不行 这情是情 债是债 咱可不能回忆他 一家店 我看 你们两个呀 就各扔一锅 这一个住 这店面呢 就当赠送 货品就按市场价格折算 这人想在我 出不全了 哈哈哈哈 清江 你怎么来了 爷爷因为一天古董 跟人起了争执 我本来想找你去看看的 但是你电话没打通 我就找 想着找张老板去问问 没想到 你也在这里 老陈 这东西 电话没电昏机了 咱们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 什么事 哎 你 为了啊 您帮我评定你 这位小兄弟粉彩盒盒 原本我是打算要收的 谁就对这个老爷子 开口抬价一千万 我说你这个 这不故意拦我一到吗 你这奖掌柜 你够黑的啊 你一百万就想收走人家的粉彩盒 遇到你这种奸商 我还非拦了 你抬口就是一千万 我问你这个彩盒的价值 你也不知道 难道你们俩是一伙的 二位别争了 这一百万是我开的价 因为家里长辈过世的早 我也不知道这只伺候到底是多少钱 你可真行 喂 教授 你来的正好啊 我来看看 这粉彩盒到底是多少钱 杨掌柜啊 你这价格出的很不厚道 这个价格是这个小兄弟开的 又不是我出的 这位老先生 说不出这个圆彩盒的来历 哈 也敢开价一千万 这叫粉彩瓷器 是中国传统四大名词之一 他在陶瓷界的地位啊 可是丝毫不出唐三彩和青花瓷的 老爷子眼光还是不错的 纵使他台价到一千万 杨掌柜 你若是收了 那也是沦顺不亏的 我听明白了没有 你就是一个地地道的奸商 你们这么阻拦 是迟疑要破坏规矩 杨掌柜 你先不要动气 这只粉彩盘桃 鲜兽的鲜 鲜鲜鲜 品相一流 造型美观 真是难得的真品 为了您觉得这个部件是多少价值 你要是一千万熟的 翻倍出手 是没有问题的 这只粉彩圆盖 色彩柔软 容而不认 不按刻画细致 整体购局井然有虚 别说一千万 若是上拍的话 价格未必不能突破三千万人民币 三千万 救命大哥 你跟你说的是真的 小兄弟你先别激动啊 我说的是李小环 这古董呢 之所以多为拍卖 是因为在不同环境 和不同鉴别能力下 价格过度不得 孟老爷子 正式看出此物价值不菲 不许心见卖 唐帅 您刚才说的这个 这位老先生 是慕容家的吗 杨掌柜 在下慕容婆 失礼了 哎呀 既然是沐老爷子 在下慕容 就不敢与您争了 这位粉彩玉盒人 你若喜欢的话 我就上给你了 哈哈哈哈 小兄弟 你可愿意去这位老爷子 小兄弟啊 你今天啊 我知道这文部的价值 那是唐小友 愿意跟你说一下 不咱 就凭你个外行 很难卖出天价的 好 那就感谢各位 这些东西 我就让给这位老爷子 那就对了 小达 你们巧想回去吃饭 我呀 有一个人回去 好好欣赏欣赏他 哎 琴琴 今晚你找到我祖宅 你没去 我先行一步 魏郎慢走 回家 唐老弟 我看这慕容家的姑娘 也不错呀 对你也是多句好感 这老爷子 又是存心搓合 怎么你完全像不领情似 还非得拉着我个魏郎 来当着电动炮 张哥 慕容家 其实我这种家 是可以反复的 你就别为小李虾操心了 哈哈哈哈 孙帅 你害我参加 今天我要你的命 老太师父疯了 他可是慕容家大小姐 你不要病了 把他放牙 过去 你报事了 把我拿 你报活了 走 叔叔 你我知仇不共戴天 今天 要么你给我跳下去 要么 死的就是他 你现在放了慕容小姐 我还可以为你说说起 不然你的命 十会都不够死 你吓唬我 大不了于死往祸 你把我逼到死 你觉得我会让你死 要么是你死 要么就是他死 老叔你别骗我 他肯定是骗你的 他已经疯了 他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一个人 民国初恋 有一个剑某世家 家族比年轻的少家族 刚好与我同意 据说身怀武艺 百步穿扬 你脑子有病吗 你在这活摇乱鱼 你还挺珍惜自己的 和我讲解 他对你来跟进 也不过如此 那今天 你还不过如此 不要怪你 就怪他 你的这条命 他害死的 感谢大家 谢谢 帅老爷 今天你新店开张 我送你一件鎮店之宝 这可是真正的喵金发廊彩六方瓶 乾隆爷的物件啊 咱说大合理啊 这个发廊彩我之前就特别喜欢 哎 小头啊 今天你的店铺开业 这可是个好日子啊 我借此机会 爷爷想问你一句 你对亲儿 到底是什么态度 爷爷 什么意思啊 这你别跟我打压你 我的意思你懂 好看一千公里 对亲儿 有没有权利 有 好 爷爷就等你这句话了 今天啊 我就把亲儿托付给你 小头啊 你看你现在在这个行业 也有了名望 我在在意那些闲言罪名 唐酸这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如果 你只是不想让我在大家面前丢点呢 小姐 我对我说真心 之前你是不险境的时候 我那些特别的荒漠 我生怕就那么失去你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对你的爱是真的 那时候我就决定 以后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愿意爱你 我跟这个 lied 我愿意吗 bitte